嗨,大家好,我是莎莎 这个就是26岁生日的时候 生给我的金链子 当时本来想去周大福那些地方看的 但是我又怀着孕 那时候肚子很大了 还有几天就要生宝宝的 就没有说走出万角那些地方看 我就在家楼下这边买的 2550 还有心意卡 不知不觉就结婚了6年了 这几年我也没有 要他送过什么奢侈品啊 或者一些名牌包包啊 名牌鞋子啊 我也对这些的物质要求也不是很高 在结婚的头几年呢 他会送我一些手机啊 电脑啊都是比较实用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不保值 而且呢坏了就会扔掉啊 就没有一个意义在 说等以后把他拿出来 回忆一下也没有东西拿出来 后面上一年呢我就说要不你送我一些首饰吧 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每隔几年拿出来看一下 也觉得挺开心 就是每一年买一件 后面想一些大牌子的首饰呢 我用我们用消费不起便宜的话 他放在这里也会掉色 后面想吧 要不就买一条金链 金链子 而且还可以保值 还可以给女儿啊 或者以后一些嫁妆啊 或者结婚的时候用 所以那晚上他就说 很快到你生日啊 又送一条金链子给你吧 我说便宜的不要 我只要贵的 然后他吓了一跳 他说要多贵啊 我说三千以上吧 起码比晚年多了几百块 其实吧 女人嘛就是不一定说要收你很贵的礼物 而是你有那份心 就是为他精心的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样子他会感觉到自己是被你在乎的 做男人的一定要记得自己老婆的生日 他们在家也是挺辛苦的 好啦 这期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关注哦 拜拜